周杨卿爆料说 罗志祥跟旗下的女艺人 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引发热议 还有网友猜测说这个女艺人呢 可能就是凯乐 甚至找出了她过往上节目的影片 过往在节目上 凯乐当时被问到 罗志祥跟周杨卿谈恋爱 那么当时的节目主持人是小S 他也质疑凯乐是在强颜欢笑 露出了尴尬的神情 罗志祥在去年曾经跟女粉丝 打完安全指纹的争议影片 认为罗志祥似乎没有拿你好 跟粉丝之间的距离 这一件事情也再次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你都已经穿成这样 然后罗志祥还不爱你 这样还快乐得起来 很快乐 悲闻的老板罗志祥和女友周杨卿的悲闻 当时艺人凯乐极力解释 说自己很好 却惨遭主持人小S的质疑 是在强颜欢笑 面对小S的心理提问 凯乐连忙否认和罗志祥的悲闻 但也有网友奇迪 罗志祥昔日的正义绯闻 似乎能从过往的行径中看出短倪 看看去年7月在粉丝见面会上 罗志祥和女粉丝只隔着 薄膜亲吻引发热议 就连演艺圈中的号角 响起的阿翔 也曾在节目上吐槽 罗志祥的感情观 吐槽罗志祥说他追走不少女生 引起网友直呼 阿翔是50强笑百强 而看看罗志祥以往在节目上 还曾说自己是专情暖男 没想到却爆发现今的劈腿争议 也让罗志祥的形象恐怕难以洗白 记者撞不到